10月7号晚 范冰冰突然在微博上对粉丝发文说 感受到你们的心心念念 想你们 这也是范冰冰偷逃睡风波后 首次发生安抚粉丝 而看到IDOL的话 不少粉丝纷纷表示 这是她在抄话 发给粉丝的心理话 无论路过的网友怎么看待这件事 希望能把这个小空间留给她和我们粉丝 对于事件 我们的态度也是认识错误 虚心接受 积极改正 谢谢 范冰冰献阴阳合同事件四个月后 各种猜测终于落幕 范冰冰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 只需安期缴纳税款 支纳金罚款8亿余人 当天中午 范冰冰也在微博表示 完全接受税务机关 依法做出的一系列处罚决定 尽全力克服一切困难 筹措资金 补缴税款 缴纳罚款 莫拉新闻 希望受到相应罚款后的冰冰 以后能给大家带来真正的好作品 报道